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地铁站遭到流浪汉抢劫加不断攻击 现场没有人出手相助 打电话报警也没用 据小红书网友小弟发帖称 这个恐怖经历发生在6月9日周日早上10点多 是发地点市TTC地铁一号线的College Station 当时他正从蒙特利尔来多伦多旅游 因为小弟跟朋友约好在目的地碰面 所以决定自己坐地铁前往 这是我第一次坐TTC 刚刷卡进来 我就站在那看地图 看看是往哪个方向走 谁料就在这时突然走来一个流浪汉 离他很近 他裤子没穿好 头发很脏 脸上有纹身 趁我喊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语言 小弟表示他没有听清对方在说什么 但很确定不是英语 也不是法语 出于好心 小弟问对方是不是需要帮助 流浪汉用英语告诉他 我想要你的鞋 虽然他说自己可以给他一些钱 但对方根本不听 一直重复要求他脱下鞋子 小弟被眼前这一幕吓坏了 赶紧往出口的方向跑 想要寻求保安的帮助 但是保安却刚巧在这个时候离开 去买Tim Hortons了 小弟说 之后我对着玻璃窗的员工让他们开门放我进去 但是他死活不开 他也害怕 紧接着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流浪汉突然冲过来 一把抓住小弟的头发 猛拽着往地上砸 因为对方身高差不多一米九 身高差悬殊导致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紧接着流浪汉强行脱下小弟的鞋子 还顺走了在打斗过程中掉落在地上的包 因为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小弟头部受到撞击后有些眩晕 所以他坐在地上好一会儿没能站起来 等他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已经过去几分钟了 清醒过来后 他请工作人员帮他报警 并询问为什么刚才不帮他 工作人员哭了 说他也很害怕 请有可言 我就没继续说他了 小弟表示 但最让我生气的是 警察局就在案发现场的对面 但是警察过了二十几分钟才来 并且在做笔录的时候重复问 他为什么要打你 小弟说 因为现场有目击证人提供了流浪汉的照片 于是就问警方能不能将照片给他 但却遭到了拒绝 警方阻止我保存这些照片 他们口头答应回去汇发这些照片给我 但是并没有 小弟说 直到差不多一周时间过去后 他再次打电话给警方想跟进一下进展 并索要嫌疑人的照片 他们质疑我要照片干嘛 是不是想利用照片对嫌疑人报复 或者有别的什么用途 还说要保护嫌疑人隐私 小弟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大家提个性 遇到奇怪的人赶紧走开 出门在外务必注意安全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纽约大学新生凯特林冯 因涉嫌从室友那里偷窃价值 5万1千美元的奢侈品而成为媒体焦点 今年5月 18岁的冯被19岁的奥罗拉·阿加波夫指控盗窃 因为奥罗拉说 他在冯的包里发现了一张来自 The Real Real技术店的收据 上面列出了他失踪的物品 奥罗拉表示 自己是在大一学年结束时发现了这几道歉案 他还表示 在盗窃指控发生之前 他和冯是非常好的朋友 奥罗拉告诉纽约邮报 他和冯几乎每天都聊天 而且并没有真正发生过任何争吵 甚至我们的关系在第二学期还变得更好了 奥罗拉表示 这些物品是他母亲送给他的礼物 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 他说 我母亲送给我的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他声称 逢通过寄售零售商The Real Real 在线出售这些物品 并在此过程中严重低估了他们的价值 这些东西包括 价值1.3万美元的宝格丽项链 价值2000美元的香奈儿手镯 价值23765美元的18K红宝石戒指 价值3300美元的Seline手提袋 价值4000美元的香奈儿钱包 奥罗拉指控冯偷窃并出售价值13000美元的宝格丽项链 冯之意2485美元卖掉了 价值2000美元的Seline手链则以175美元卖掉 并且当奥罗拉试图从The Real Real取回她的一些物品 发现冯的母亲已经取回了这些物品 据称冯还偷了其他Cucci和Seline的手袋 但这些手袋已经归还给奥罗拉 据悉 这起盗窃案目前仍在审理中 作为损失方奥罗拉要求 冯赔偿5.1万美元的损失 并归还所有被盗单位出售的物品 凯特·林冯在新泽西州长大 2020年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季最高法院与美国法律主要议题课程 他于2023年以GPA3.9的成绩 从旧塔潘的Northern Valley Regional High School毕业 在高中期间 这位纽约大学的学生参与了各种活动 并被评为AP特级学者奖 他的LinkedIn资料还显示 自2022年以来 他一直是CGI Holistic and Spar的兼职媒体营销顾问 在纽约大学 冯主修政治学和犯罪学 志在从事法律事业 重点关注刑事司法和国际政治 冯于5月2日因三级重大盗窃罪被捕 随后被释放 等待进一步的法律程序 他是否会在秋季重返纽约大学 甚不明确 但纽约大学发言人约翰·贝克曼在给《每日邮报》的声明中写道 法律禁止透露对个别学生的几率处分 他补充道 从室友那里偷窃是件很糟糕的事 我们有1万2千名学生住宿 这种情况很罕见 纽约大学发言人指出 冯的行为违反了纽约大学的行为准则 他可能面临包括停学在内的严重后果 另外 据媒体报道称 奥罗拉的父亲安德烈·阿加波夫 是加拿大黄金工业公司的总财经首席执行官和最大的个人股东 同时还是身家约7500万美元的俄罗斯金矿大亨 据说他还与委内瑞拉政府关系密切 甚至私下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由于网上几乎找不到有关安德烈的详细介绍 这种说法未能得到证实 据曼库沃桑报道 从明年开始 大温居民如果使用未注册的室内木材燃烧设备 如壁炉和木炉 可能面临高达500元的罚款 这并不是对木材燃烧炉区的禁令 而是大温地区亲属有害排放屋的计划的一部分 鼓励使用经过认证的设备 以及正确燃烧木材 大温地区的空气质量监管计划经理 Julia Sexton近日表示 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允许空气质量和健康 得到改善的排放标准 特别是在那些人口密集的地区 同时不禁止人们使用和享受他们喜欢的木材燃烧设备 据BC省费病协会称 只有5%的居民知道 他们必须在2025年9月之前 依法注册他们的室内木材燃烧设备 由于这一情况 大温地区工作人员在本周向气候行动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建议 地区应启动秋季宣传活动 提醒人们这一条例 该条例还包括每年5月15日至9月15日的季节性禁令 以防止人们在夏季使用木炉 因为在热浪期间地面臭氧水平升高和山火烟雾带来的颗粒物会导致空气质量恶化 上周提交给委员会的另一份大温地区报告指出 过去9个夏季中 有7个因山火烟雾而导致区域空气质量恶化 报告称 随着气候危机加剧山火烟雾和热浪的频率和严重性 问题预计会变得更严重 到2025年9月 未注册的设备将不允许在大温哥华的城市控制区内运行 除非在紧急情况下 或在获得批准的低收入家庭中使用 Sexton表示 大温地区的大多数木材燃烧设备是壁炉 居民不需要安装新的壁炉 但他们必须声明进行最佳燃烧 如使用制造的木材砖从不烧垃圾 我们知道有些人继续安装认证设备 并且我们知道很多人正在转向使用热泵 对于拒绝遵守规定的居民 罚款将是最后一步 Sexton说 并补充说 过去几年 该地区已经收到数百起投诉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加拿大的一名彩民赢得了巨额彩票奖金 开启了突然报复的人生 在周六的LOTO 649开奖中 一名加拿大彩民赢得了金球大奖 根据西加拿大彩票公司的消息 一名卡尔加里的彩民 匹配到了中奖的红金球号码 赢得了高达6600万加元的奖金 安大略彩票及博彩公司的发言人Tony表示 如果周六没有人中奖 大奖将会飙升至创纪录的6800万加元 这还不是周六LOTO 649开奖的唯一一个重大胜利 经典抽奖奖金为500万加元 中奖号码为04 11 27 30 33 34和特别号码42 一名安大略的彩民和一名魁北克的彩民 匹配到了6个号码 各赢得250万加元 好运并没有止步于此 两名安大略的彩民和一名魁北克的彩民 匹配到了6个号码中的5个 包括特别号码 各赢得103636.3加元 遗憾的是 没有人匹配到经典抽奖额外奖金的4个中奖号码 22 51 66 99 因此未能赢得50万加元的奖金 然而32名加拿大彩民 匹配到了4个号码中的3个 各赢得了1000加元 如果这次你没有那么幸运 你仍然有机会在周二的LotoMax开奖中 赢得1300万加元的奖金 Loto649的奖金将在周三晚上开奖 有机会中1000万加元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